再次感谢大家 抽出你们的时间 上次我们就有 从80-20 principle 有讲到一点 这个 Circle of Control Circle of Influence 跟Circle of Concern 这个东西 然后 我又有提到 这个Four Quadrants 像其实 这个Tree Circles 跟这个Four Quadrants 这两个principle 其实它们是 来自于 这个 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它是一个 很出名的 一个思想家 写的 他叫Steven Covey 它是 其中二十五位 很 就是推动 整个 世界趋势的人 而且它还 counsel过 很多的 美国总统 Seven Habits 它就 第一个 就是讲 就这样 是什么 我是看到 那个 Habit One Be Proactive 就华语 就讲 比较主动式 就你不用 人家来推 你就会 自己去 自己去 推自己 来做 东西 所以当 读完了 这个书以后 就现在 你可以 比较 Clear的 看得出 你应该 要怎样做 你才有 怎样的 结果 这样子的 一个小小的 互动不了 对我来说 其实每个人 都在 practice 这 你看到 还是看不到 没有啦 就看不到 的人 就有可能 他就 比较 loss 有可能 他做东西 他就不知道 我在做 这个东西 是为了什么 但是如果你 已经有一个 好像 有一个 其中一个 habit 是 is to think with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就at least 你有一个 go了 你就可以 卖像 一个很Clear的 一个目标 去前进 所以当 你知道了 你就会 走少一些 冤枉路啦 Edith 这是我的 看法啦 那从我 开始 学会这个 什么 抽这个东西 我觉得 它很能 让我控制 我的情绪 当你让 你的情绪 去控制 你的 决定的时候 是最危险的 因为 你没有办法 思考 到底 这个东西 带来的 后果 因为我就 只是想要 发现我的情绪 我控制不到 所以我就有 我的情绪 在控制我 就有人在 群组里边 share 在一个老人家 和毒药 躺在人家家 外面死 然后有一个 牌 还写着 开手 叫我死 我就死 什么 怎么就这样子 然后什么 哈达 克拉扎 安 他很在意 人家 叫他去死 所以他去死 他的 那个 能力 他的 焦点 全部 已经在 周围 的 关注 然后第二大的是 影响权 然后最小的 是控制权 你的关注权是 你关注的东西 就好像我们的亮哥 他今天关注的是 Olympic 他想知道 Olympic 发生什么事 OK 然后 这个影响权 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能 经历过的 就是 我在我朋友 心目中 是一个怎样的人 人家是怎样 看我的 我父母 会不会觉得 是一个好孩子 还是一个叛逆的孩子 今天有多少个人 like我的Facebook 有多少个人 follow我的Instagram 这些就是 Circle of Inclusion 然后到 Circle of Control 就是 你 自己本身 你的行为 你的想法 你的情绪 你的决定 所以你知道 决定 我今天有想到 决定这个字 其实是一个 很powerful的一个字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帮你们 我帮你们 stimulate 你们的critical thinking 因为世界的文明 全部有 有不同的 decision 而在发展 而进步 如果没有 decision的话 这样这个世界 就会 原地踏步 美根讲的 比较 去到世界观 我这时候 也会觉得 decision 这个字 它很powerful的原因 是因为 当你在做一个 决定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淘汰了 很多其他 你曾经考虑过的选择 就好像 你有没有看 就是 感情里就好 为什么 这样多人 曾经 有人追我 为什么 就选择了你 然后这个东西 就会让你 坚持下去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最近身边有发生一样事情 我很想要学的是 我妈妈最近还就有 讲她以前的委屈 一些感情史 直到她结婚 又聊小孩子 大家都没有那个念头 要去学驾车 是我弟弟出事了 那个时候 我妈也没有去做工 不如我去趁这个时间 去学考车 过后就是她自己塞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 哇 其实她把这个 虽然她做得有一点实 可是她把这个 室内控制 做得很好 因为你想想 她现在她的关心是什么 孩子危不危险 这样越来还没有再回来 怎么办 她也没有到很迟才 没有讲到很迟才发现 这个 Circle of Control的重要性 就是真的是小孩子 被车撞死了 死了一个孩子过后 大家很后悔 莫及的时候才去学车 没有 她就在避开一切这种事情 一直在可能在影响 她跟她老公之间的感情 这些 这种引述 以外的东西 她做了这个决定 她做她自己 可以做到的事情 她可以去学习上吗 可以 她学了Circle后 才会怎样 她就可以在孩子 这样她这个Circle of Control的东西 她就会影响到Circle of Influence 她的这个Circle of Influence 跟Circle的东西 她到最后 她会达到她的AIM 因为她的Concern是什么 小孩子到底安不安全 她就从最小的Circle of Control 去影响到她的Circle of Concern 到最后 因为她自己去载她的孩子 准时载她的孩子 她的孩子是安全的 其实 就好像刚才俊亮讲的 我们平时生活中 都有在习惯的 我们没有去意识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往往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会做对事情 做错事情 为什么东西 会触碰到这个对的结果 这个好的结果 它一定有因素在 当你去发现这种 细细小小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 你要一个 你理想中的 结果出来 它很 consistent 因为你已经抓到前面 应该要做的 那几个步骤了 你把那几个步骤 做好过后 你后面的结果 它是会出来的 讲了这个东西 我今天也在思考 我就在想 那种 淘水多过茶的 uncle 每天在咖啡店 坐在那边 讲 哎呀 那政府这样这样这样 他们有没有在做这个 Circle of Control 跟Circle of Influence的东西 这个我们有一个答案 其实 因为你看 他的关注全是什么 政治 政治失败 然后他就用他的Circle of Control 去影響他身边的人 这个政治失败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我不懂 这样子是 对还是错 不过 肯定他达到的效果 是不大的 是他肯定可以 起民愿 对 就让他身边的人 都觉得 真的咧 这个政府真的很腐败 可是他改变不了 政府腐败这个事情 因为他 他做的东西 是起民愿 可是起民愿 是不会 不会造成任何的改变的 除非他起了民愿 起了民愿 他在叫大家要 改革换代 就像那个时候 我们的Best Day 这样 所以 他影响了全部人 大家做了这个Best Day 他做了这个Best Day 其实他没有办法改革换代 他并没有 到最后 他把他的 影響圈 越大 的时候 大家看到新闻里面 哇 Best Day 已经做到这样的地步了 为什么 因为这政府真的不行 大家就开始把手中的那一票 投去他们想投的那个政党里面 到最后就改革换代了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powerful 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就这样影响着 到最后 你去做到你的A 你的Go 他不需要做到很伟大 就是做到很像这种 改变这种 这样伟大的事情 你自己的A 是什么 你想要达到 所以 你就从你自己开始 就是你要从 Circle of Control做起 才做到 Circle of Influence 在最后才做到 Circle of Concern 可是一般人 是从 Circle of Concern开始 你花大量的时间 在Circle of Concern 就是说 比如说你抱怨环境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人家给你带来的负面 然后你的人 就会越来越负面 最里面是Circle of Control 就是先 control你自己 之后就是影响别人 然后再来去影响这个环境 他也不只是控制自己 他主要是讲 在你的能力范围内 你可以做什么 在你的控制范围内 你可以做什么 上次我们不是有听到 Steve还有讲他 那身边的人 有时候瞒到不行你 然后不能打喊他们的效率 所以他会 每次都会先去做 很急的事情 因为人家都做不来 他就快点去处理它 这样比较省时间 这样子说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 也是跟那个Fore Crudence有关系的 我先大概解释Fore Crudence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啦 OK 现在有四个格 左边上面这一格是 Urgent又 Important 就是很紧急的 然后又很重要的 第二个是 他很重要 可是没有那么的低 OK 第三个就是 他很Urgent 可是他不重要 然后第四个 是又不重要 又不Urgent 让你们觉得 应该把时间 比较过的时间 放在哪里 又Urgent又紧急啊 又Urgent又紧急啊 对啊 那边 又Urgent又紧急 OK 你跟Steve跟G亮都觉得 又Urgent又紧急 就是把时间 画得上最重要的 对不对 OK 讲到那句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觉得 可是我 扪心自问 我没有做到这个事情 我把我的时间 都放在第四个 又不Urgent 又不重要 有时候耍手机 答案揭晓 答案是第几个Quadden呢 我们要把 更多的时间 放在 最最最重要 但是 最最最不急的 这跟你 做东西 所得出来的效果 有关系的 你看啊 你急着去做一样东西啦 你有没有多的时间 去考虑 你正在做的东西 是不是正确的 是不是最好的 这些等等之类的 考虑啊 那你在 就是不急的情况下 做那些东西 你可以考虑到 比较多 做东西更完美一点 可以这样子解释说 如果你每次花时间 在又Urgent又紧急的 的事情上面 代表说 你根本没有安排好 让它变到 不是每个 每次都这么Urgent 所以如果你要安排好的话 这样你的东西 就不可能 不会一直是Urgent 就不会 长时间都在Urgent的情况下 是这样子吗 它绝对有关系 有关系 嗯 对啦 我 具有这样子的解释 我也大概明白你在讲什么 但是我有一点 我不是很赞同啦 其实你这样子讲 这个四个quadrant 你要注意你的时间 在哪个quadrant呢 这个是看你的 是看个人的 因为有些人就是会把时间 就是花在那个 又急又重要 他也有他的原因 因为每一个情况呢 是要看那个 priority list 哪个是对你比较重要 有可能同一件事情 对别人 不是很重要 但是对你 你觉得你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啊我给一个小小例子啦 就好像如果讲 啊又急又重要的东西 就是当突然你生 在家里有人突然生病 还是突然中风还是什么 这个情况呢 讲真是一个很急 又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然后你讲重要 又讲不急的东西 你要先做的话呢 在这个情况 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全部的状态 已经是已经是panic了 都是已经是一个 处于一个很紧急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so 当如果你放在general的一些 比较普通的一些事情 我明白你所讲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apply 那个八十二十法则 就是我们有可能 就是focus在一些比较重要 但是没有这样急的东西 自然的有些比较重要 还有急的东西呢 它就会缓和了 你就不用太紧张的做了 这样子的话我就赞同 所以你讲 因为书里面讲 要花那个时间在这个 这个象限的话 这个quadron的话呢 我是有一点不赞同啦 at least这是我的看法啦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时间 都放在第二个quadron里面 的确 你不可能只能做 you important 可是不urgent的东西 因为urgent的东西 真的是在等着你处理的 你怎么可能不去处理 对不对 像其实回答讯量的那个问题 如果你知道 health 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 是不是可以在 第二个quadron这边 先 plan好我们的饮食 先 plan好我们的运动 先 plan好大家的body check out 其实这种东西 就好像没敢说了这样子 如果你把更多的时间 放在第二个quadron 就是第二个quadron 它是目标的planning 尽量讲到一个东西 还蛮有point的就是 对你来讲重要的东西 对你来讲其实不重要 所以你要懂什么对你来讲是重要的 有些人觉得亲情很重要 你可以问很多uncle 很成功的uncle 他们就会讲 我觉得现在 其实我最后悔就是 我没有陪到我的孩子成长 这是我老板跟我讲的 他给他问了很多身边 那些比较成功的那些孩子 我也讲问一下我父母 他们有没有后悔过 没有陪我成长 就放任我 当我是放牧羊一样 给我跑 应该不会吧 没人都见到你 还要照顾你 那见到我跟陪我成长 是不一样的 一个简单就是 我想说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哇 我很想要我自己吃饭 因为我妈生病 他说我记得我很小很小 还不能自己吃饭 可是我看到他生病到很辛苦 然后我就把那碗拿过来 我讲我要自己吃 我很坚决我要自己吃 结果因为我真的不是很悔 我把整个碗打在地上 然后就乱喷 碗也裂了 我妈很生气 他就是整个情绪崩溃 我已经很辛苦了 我已经生病了 我叫你不要这样子 你害过我这样子 结果遇到我好像更忙 蛤 就可以终倒 哈哈哈 你们没有经历过的咩 你们童年都这么的美好吗 哈哈哈 一定有的 哈哈哈 呀就是 呃 所以我在他身边 可是他并没有陪我成长 他 他不会告诉我 哎 这些就是他看到我的付出 他肯定 我对他的关系 他没有 他就很纯粹的 就是在他自己的立场看 我很辛苦啊 你看到不到我 看不到我辛苦 你不明白我 总之我就是浅浅下最苦的人 其实到现在的孩子 有这个毛病 啊 啊 所以我会 一直在用我所学的 我只会跟他分享 其实你知道吗 你不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人 你就是开始 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有那种 被害怕的感染 这个我跟我再讲 我跟他讲 我妈最近只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灵魂 他每次想的东西啊 永远是超过我的想象 OK 就是健康 陪假日的时间 或者是感情 有些人就讲 我拼事业 我未了 我要有第一童金 我才可以结婚 然后你就要另外一半 一直等你 但对你来讲 其实什么才是重要的 因为我怎么觉得 它是重要的话 可以讲安排 我不是叫你鱼 什么鱼 鱼鱼熊掌 两者不可见得 不是的 其实 它肯定一定有 一定有影响 可是不代表 如果你今天 你想要得到情形 你就必须要失去 你的工作 它可以plan 叫你 有没有花更多的时间 在planning这一方面 然后就 我是有解释这个给我妈听 我就跟她讲 你每一次你都讲你很妈 就是我们小时候她讲 我们小时候工作的时候 她就非常的麻烦 她一天到晚 其实是她没有时间的 就是早上五六点就要起身 叫我就开始去忙东西 然后就叫我们起身 叫我们起身来工作 就把我们摔了洗脸 心灵烂当准备好我们工作 就带我们去上课 带我上课 然后回来 然后继续坐下午 坐下午还去做工 然后坐到晚上七八点 回来她要马上煮饭 她去洗衣 全部都去做完 她睡觉的时候 已经是一两点的事情 其实她是不够时间睡觉的 总之她就想 她就是很忙 我就看着她 我很 就是我反应她的情感 我就跟她讲 很 我明白那时候一定很难受 因为你有一个独队友 但的确 朋友们 我必须告诉你 你们要找人 不是一个老 就是这个老 她真的是一个可以陪你一起成长 一起度过每一天 每个煎熬日子的一个soulmate 不要因为你的身边的朋友 身边的家长 身边的亲戚 你会说 哎 你在当身啦 随便啦 可遍阿妹很好啊 去吧 不要 你会后悔的 选你想要的 选你喜欢的 选那个 会跟你一起成长 一起度过你的一天 日子的一个人 要不然 他在上一代 你就懂了 我不懂啊 可能你们的父母是很感情很好的 很甜蜜的啊 如果是的话抱歉 我家不是 我就问他 就是当初如果 他发现这个事情 他可以这样去避免这些 又重要的事情 这孩子很饿了 我还不快煮饭 客户打电话在吹啊 我还不快接电话 讲我的工作性质就好 我每一天处理的 难道不是人家又重要的事情吗 都打官司了 还不处理啊 这样我不是很没有时间 就是这样 我要讲去分好我的事情 肯定又重要的 你肯定要处理的 可是 如果你把 planning 这一块做好了 其实 而这样的东西 往往会少很多很多 我觉得我妈 如果当初 就是我妈 或者我爸 让我们从小就去 学会做家务的话 我们是会帮忙 或者 请一个保姆 请一个女友回来 他没有对跟错的啊 这个东西 有些人讲 小女朋友 你孩子很懒的 就是看教育的拜托 如果你是有陪着你孩子成长的话 你就教育他的话 教育这一块真的会影响 除非他的 他的本性就是那种 其实他可以省了很多 这样的东西 他可以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例如陪我们成长 就是 他请要把我们回来 他可以同时讲 你现在你要做什么 你工作做还没有 没有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做啊 还是什么 这样其实 时间上的东西 他就可以安排很多的 安排分工很重要 那时候 那时候也是有提过 上次delegation 分担工作 分工 就是 所以就是 steve 你可以可能想一想 到底理念这个 你的support control 你可以讲去influence 你身边的人 然后 这样让你的时间 其实 不需要那么的精凑 如果你就讲你的工作时间 本来是时间到10点 这个 你没有办法influence 你老板讲 ok啦 你今天8点就放工啊 那个不一样啦 你有东西要讲什么 呃 对我有东西要讲 其实 其实五佛的解决方法就是 提早 做准备 就是 那些重要的东西 我提早做准备 当 遇到很突然间突发事情 然后 我有backup 我可以直接 马上跟他 靠下去 所以就 不会变成 非常急 的一个感觉啦 就就比如说好像 我自己经历过一个 比如说 accident ok 当你accident的时候 你肯定是六神无足的嘛 对不对 嗯 你一定会想不到办法 要怎样去处理 现场的一个状况 可是如果 呃 你在之前 你有买保险 你大致上 你可以很清楚 你现在应该要 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提早 已经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了 所以当你发生 accident的时候 你是完全不需要惊慌的 ok 只要把手机拿来手上 打个电话出去 跟你的agent讲 然后你就报警 step by step 跟着走 然后你就会很 顺畅的把整件事情去处理好 因为我发现到 有很多时候accident 就是因为会有 好像没有listen啊 或者没有listen啊 或者没有listen啊 或者没有买保险啊 然后就变成很多 很痛苦的问题出现 就比如说 今天你进了ean accident进了ean 你没有买保险 你要没有买ean 你进了ean 你要一大笔钱 你要怎样去想办法 弄这笔钱出来 如果你今天有买保险 啊 你就会用你的保险来cover它 我们应该提前做准备 不让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让身边的人 跟着我们一起去辛苦 因为我今天 经过的一个过程了 我知道会很像 会想到今天发生的东西 我会想到明天 可能还会重复的发生 所以我今天 先处理一部分东西 到明天的时候啊 就不会太过辛苦 很像看起来 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去准备它 是为了要应付 可能接下来 会发生很严重的东西 比如说我今天 我要去一个医院 我如果没有买医药卡的话 我去医院的时候 我会很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想办 等一下 如果检查 那个费用要很高 然后一检查 就升级20千 哇 够力咯 我这样 怎样拿着升级20千 我不能跟我的亲戚朋友借钱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不想 连累到别人 所以我就会先 为了什么 自己跑保险咯 今天如果你要出一趟远门 你的车是不是要拿去做保养 如果你今天 你要出远门 你车不拿去做保养的话 等下再半路跑毛的话 你要想办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可是不是很急的东西嘛 对不对 只有我们要出那一趟远门的时候 才是又急 又重要的事情嘛 所以我们先把那个重要的事情 先处理好 就是车嘛 车追踪的东西嘛 我们把那个车追踪的东西 我们先去检查好 当我们又急的时候 又重要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出问题咯 对啊 其实很简单 一样东西嘛 你平时如果想会要结婚 要什么的话 OK啊 你现在开始存钱啊 没有什么都嘛 当你发生的时候 你拿笔钱拿出来 因为你已经筹好了 那笔钱 你是要拿来结婚的嘛 有两组人 第一组人给她看一个 年轻的女孩的画像啦 第二组人呢 给她看那个 好像老太太这样的画像 然后哦 他们看完之后 就给他们看 那张图呢 是 combined 呃 少女跟老太婆的那个图来的 所以啊 当每一个人一看下去哦 大家就会 因为已经有第一印象啊 没有啊 这个就是少女啊 那你讲什么 这哪里是老太婆 然后另一第二组人就讲 没有这个就是老太婆 你看 这个是她的鼻子 这个是她的嘴巴 所以 那个人啊 很容易给她的第一印象 去决定她的思维方向 哦 我先把刚刚那个故事讲完 为什么Steven Covey 他会开始想到这个思维 这个东西 是这样子 他们那时候就搭火车 他就看到一群孩子 只有四五个孩子 就在那边 在车里 在火车里面 就跳啊 吵啊 闹啊 可是她爸爸完全没有反应 就这样子做到那天 任由她的孩子 吵吵吵吵吵吵吵 就比较严厉害 就比较严厉的意思 你是不是应该管一下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一直在这边吵闹 然后 那个爸爸就一下子晃生 他就 他没有想 真的很不好意思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没有发现到 他就讲 因为刚刚一个小时前 就是我的老婆 孩子的爸爸 刚刚去世了 所以我们一下子不知道要这样做 也不知道这样去react 所以一下子 Steven Coley 就从一个很愤怒 责怪的那个mindset 就是觉得你身为爸爸 你应该要管教你的孩子 换去同情 他知道了那个故事 他就换了 他就问 真的很抱歉 有什么可以帮我上忙的吗 所以他就发现 其实你在做一样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一个fix out the mindset 去看那样事情 嗯 对 对